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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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身他们也一定要有些能够达到或者是回答到他们所要求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未母乳很多妈妈就是不明白 可是有一些产后护理师他们也没有是方便知识 因为比较老一代的 所以呢提升班特别是很符合现在在职的一些产后护理师 让他们能够了解怎么去回答这些90后的妈妈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提升他们的信心也非常有帮助 对的 因为我相信我们也是看到蛮多 市场上面蛮多这个月子中心 然后这些产后保姆等等 那我想问你一下就是那些产后保姆 或许他们也是会有面临一些在工作上面面对的问题 想问陈医师他们可以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呢 他们其实面对的问题就是因为妈妈在请他们的时候 会觉得他们是一个就是家庭妇女 根本没有受培学 所以他们有一些不尊重的对待 这让他们觉得有一点灰心 心灰意冷因为其实他们来到这个人的家庭是来帮助他们 然后另外一点呢 所以我们本身的培训有提升他们整个的形象 让他们在回答妈妈的一些需求的时候 能够用很专业的一个角度去回答 去补助这个妈妈还有教育这个母亲 所以让他们整个形象大大提升 所以妈妈对他的整个答案呢 就会比较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专业的护理师 那他们也会吸取他们的意见 而不是传统的那些所谓的坐月嫂 因为传统的坐月嫂本身很多负面的新闻太多了 所以让妈妈本身很害怕 就是请到这些月嫂他们会觉得很头疼啊 因为你想看我们现在特别是华人 我们生的也很少 然后就可能就那一辈子 可能坐月就那两次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注重这一方面的服务 对 我相信很多这些年轻的妈妈 她们都会顾虑到 担心到关于这个专不专业的问题 像我们知道陈医师 就是Dr. Ginny本身也是这个国家技术认真教师的官员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你的这个中心 这个训练中心也是有提供一些的训练是 关于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对吗 对 那我想要替这个观众朋友们询问 就是关于到 如果他们为一个的专业的产后护理的保姆 相关需要 具备的这个知识技术跟这个技能 或者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这个标准其实是蛮多 我们在通过培训 当然我们他们在 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很高 最重要最重要他们一定有一定的爱情 然后呢精神状况良好 因为我们有遇到一些他们的态度真的有问题 所以这一批的我们也会淘汰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 所以在前期的时候我们都会 就是通过一些方式去过滤掉一些学生 所以在选择要加入这行呢 他们自己本身也知道 从中在做这一行的时候 会面对一些所谓的这些压力 但是这一些其实你要 就是经过我们的培训 你会调整过来 你会知道怎么去面对 怎么去跟你的客户对答 然后怎样展现你一个专业的态度 这一些各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才包含 妈妈产后预约的时候 你们要怎样用专业的态度去面对 很多越少不懂得讲去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就直接关门把孩子就放在房间 所以因为他们有一些伤害 但是其实专业的服务态度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有心理治疗师在跟你们讲解这一块 你们要怎么去做 怎样去处理才是正确的 所以各个方面都要去掌握 包括早产儿要怎么护理 G6PD的孩子要怎么护理 心脏有孔的孩子要怎么照顾 这些等等的技能 其实都是非常的考功夫的 然后我们再讲到月子餐的烹饪技巧 其实这几个方面其实都需要很专业的一些理论跟实践去搭配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月子餐的这个课程呢 包括理论和实践 然后还要加上考试 你们才可以过关 我们对这方面的要求其实蛮高的 因为在每单街 就是我们很多妈妈会找我们要求要找学生 我们这边有什么好的护理师可以介绍给她 我们对这些要求我们都有的 因为我们不随便就推荐 那有一些陌生的所谓的月子餐来找我们 我们也很难推荐 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还没有考试 还没有过关 我也不知道你到什么程度 所以这些我们都有一定的要求 对啊 那你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因为你们这个CAD Academy Training Center 本身也是有一些的课程来培训 这些相关产后护理的保姆 像刚才我先有听到你说 我相信这个产后护理的保姆 也是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医药知识 或者是说这些的护士护理的知识等等 那你可以告诉我们说 CAD Academy 怎样帮助这些现有的产后护理的保姆 或者他们本身是有对这一方面有兴趣 他们想来学的 你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我们会他们来这边培训的时候 包括实习 实习那一方面是没有问题 在实习以后呢 他们会有一个一个月的assignment 就是他们要去工作 这个工作是我们帮他去安排的 然后当然他做这个assignment 他肯定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个功课 这个功课有一些要求 他们必须要符合他们才能够毕业 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培训的整个过程和要求 但他们毕业以后 他们就会成为一个很非常专业的产后护理师 这个产后护理这个行业在整个市场是非常大的 不只是在马来西亚 国外的需求量也蛮大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通过种种的不同的考试去让他们过关 然后再说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其实也蛮高 我们这边的学生基本上出去都是六千起跳 最高也到十千 就是看他的技能到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一行真的是 未来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前途 所以我鼓励一些年轻人 就是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一方面 真的是可以做到他蛮大的税数的 就可以退休 因为你拿到十千块其实是蛮好的收入 然后你可以在家休息一个两个星期 然后再接工作都可以 我相信这个产后护理的工作 还有这个的前景 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一门知识 好 那我们在进入在下一个的环节 还有问题之前我们先进一段的广告 所以我们现在会有这些传播 所以我们现在会有这些传播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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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MastiaTV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陈韵家中医师在我们当中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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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后护理的专业培训人员 所以 Dr. Jin 在他们在实习的过程中 他们可以把理论和实践 就是融合在一起 所以他们会很有信心的 出去服务这些妈妈 因为很多学生 他们拿理论 他们真的不敢出去工作 除非他们自己本身 已经有一点点的经验 这样子还不用说 完全零基础的 他们真的是很害怕到 妈妈的家去住业子 所以我们是一步一脚印 去带领这个妇女就业 所以我们带领了很多妇女 去就业的时候 他们真的很有满足感 因为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 真的非常的有满足感 特别是你看到宝宝 哇 这一个月内 种了那么多 这么可爱 然后你又会看到 妈妈也休息得很好 你那个成就感 就是从这整个月可以看到的 所以当他们做这一行的时候 他们会深深的体会到 他们的使命感是多么的强 原来他们在成就的 不是一个家庭 可能是一个社会 我把他真的是当 我就时常会教课的时候 就跟他们说 其实你们真的是一个天使 因为家庭如果缺少 你们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 但是你们通过真正的培训的时候 你们用很专业的方式 怎样去成就这些家庭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伟大 什么分钟都比我们这些老师伟大 那怎样知道说 我比较好奇 就是这个产后护理这些保姆 有没有男生可以做的呢 我们有男生来学习 但是不是他去别人的家做 他们是跟老婆做月子 这个我觉得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真的有这么一对夫妻呢 他们那么的认真 他们要来学习上课 那时候我还误会了 我很以为他要跟他的妈妈报名 因为他是男生嘛 他说不是 我想学习的 然后怎样帮我老婆 那个真的很感动 这个我也鼓励 爸爸如果有时间 他们可以跟他的太太做月子 那是更好 因为怎么说都是夫妻 所以在太太生产的过程中 他很需要另一半的陪伴 让他度过这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因为从人妻到人母 这个阶段其实是不一样的 他们整个感受都不一样 包括 所以为什么产后忧郁会在这个时期发生 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父亲的这个角色特别重要 所以有时候 我有接过一些案例 就是妈妈 就是脏乳非常辛苦 真的很辛苦 差不多要发烧了 那时候我就上门去看诊 那个时候我就叫他的丈夫过来 我就教他怎么去按摩乳房 让他跟他的老婆做 所以就你会看到 肯定是妈妈会觉得 有一个老公在他旁边帮他是多么的幸福 对吗 如果要等物理师或者是一些 我们讲的摧鲁师上门呢 可能要一些时间 可是妈妈在痛苦的当中 我的先生他有会员 因为老师有教他 他可以当场下手座 我是觉得很棒 所以这个从中就会打造一个 和谐的家庭 很快乐的家庭 幸福的家庭 这个是我看到的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也是我的成就感 那真的是很棒 不只是说 若你想要成为这个专业的护理师 或者专业的保姆 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课程之外 连爸爸 如果你们想要就是 你们如此疼爱你们老婆的话 你们也是可以参与他们的课程 多一点来了解 或者来帮助你的妻子 那最后我们想要知道说 Cademy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课程 因为我们知道 最近也是跟Mastia合作 还有跟这个大学合作 在于办一些的课程 甚至说学生可以拿到这个大学的文凭 成为真正的 这个专业的 有认证的这个产后护理的保姆 还有这个专业人士 那你可以给我们知道说 接下来有什么课程吗 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呢 主要是厂后护理大专课程 这个是主要的课 然后呢 今年开始就会有那个月子 膳食调理师课程 这个是我们的学生要求的 因为之前我们也不打算要办 可是就是群众要求 就要求我们办这个课程 因为他觉得这一方面也特别的重要 因为很多学生 他们本身要想要提升在这一方面的领域 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人去教导 所以我们就今年会开办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游会真的很特别 就是你付一次的学费 你可以一次的复习 真的是太棒了 他们可以学习到的是24道菜肴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值得了 而只有在这个月 我们讲这个游会只有到这个月而已 那好 那接下来也是会跟Mastia合作 办其他的这个产后护理专业的课程 所以接下来也会有这个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Post-Natal Care 那到最后 Dr. Jean你有什么想要 向观众朋友们说的吗 我即将也是要推出一些 叫被孕到产后 被孕怀孕到产后的那个书 因为我发现到我们教育好了这些保姆 这些月嫂呢 还有一批就是妈妈和在上一代的 就是他的家公家婆这一代的还没有被教育到 所以我会出版这一本书 就是希望让他们都收益 不然我们再加好了一批 然后这一批的又很难明白 所以变成我觉得出版这本书的意义就在这里 我就希望就是家公家婆 或者是新手父母呢 他们能够阅读这本书 讲去教育讲去 就是在作业这个过程中 顺便也可以看嘛 因为你在作业的时候 有时间就可以看那些书 然后了解到产后护理为什么那么重要 备孕为什么那么重要 然后产后的话 你的骨盆修复为什么那么重要 很多妈妈生完孩子过后 会一直腰疼 那个原理是在哪里 怎么去修复 这些有关的知识都蛮重要的 那非常好 希望到时候 你出了这个新手 可以再向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 那Dr.Gin 谢谢你今天的到访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一集MASIA TV再见 好谢谢 MASIA TV MASIA TV